-And what are these? -The real question is what are those? -Why do you have your toes out in my lab? -But you don't like my royal sandals -Try them all -Fully automated -And I made them completely sound absorbent -Interesting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報,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我們在前幾天推出了最新的《黑豹2》解析影片 分享了我們為何認為Wakanda是沉野黑豹、敗野黑豹 獲得了不錯的迴響 自從《黑豹》首次在《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出現以來 T'Challa帥氣又強大的黑豹裝就令人驚豔不已 後來到了《黑豹》第一集 我們更被Wakanda探蓋了戰爭、防禦、交通、醫療、通訊、名聲等 廣泛領域的各種高科技給圈粉 也對於漫威打造出這麼一個極先進華麗與傳統美感與一聲的博度感到佩服不已 而這次的《黑豹2》在原本就已經令人瞠目結舌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加入了更多目眩神池的新科技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盤點一下 Wakanda在漫威電影宇宙中出現過的八大最酷科技 如果你也有自己最喜歡而我們漏掉的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是聽我們聊更多的《黑豹2》《瓦甘達萬歲》 有看過《黑豹》的人都一定覺得 《瓦甘達人》手上的那一串看起來很像念珠的《寂寞油豬Kimoyo Beats》 實在是太實用又太夢幻了 《寂寞油豬》的基本概念其實跟智慧手錶或是手機很像 你可以把每顆珠子想像成是一個有特定功能的APP 例如我們就曾經看過《瓦甘達人》用它來打電話、投影、導航 甚至遠端操控交通工具 在《復仇者聯盟無限時戰》裡 Suri也曾經用《寂寞油豬》掃描幻事的身體 瞬間就製作出一個心靈寶石的全息投影 讓它得以找出能夠安全拆除寶石的方法 另外比起只能在虛擬世界發揮作用的APP 《寂寞油豬》還可以單獨拆卸下來使用 而因為泛合金擁有影響有機物質的特性 《寂寞油豬》也能夠拿來進行醫療行為 例如在第一集裡當Rose探員的背部中槍時 Tichala曾經將一顆珠子塞進他的傷口中當作緊急處理 我們在做研究時發現 原來每一位瓦甘達人在出生時都會被賦予一顆 用來健康照護的《主豬Primary Beat》 而這個《主豬》也是組成《寂寞油豬》的核心 隨著使用者有不同需求 就可以將對應的寂寞油豬配對到主豬上 打造出專屬於該使用者的獨特手鍊 另外《寂寞油豬》的名稱裡的Kimoyo 在非洲原始語系《班圖語》中有靈魂的意思 珠子上的刻痕則是奈吉利亞的恩西比里符號 都賦予了《寂寞油豬》非常獨特的文化氣息 另外在漫畫裡除了以念珠的形態出現之外 Wakanda還有類似功能的《寂寞油卡》 《寂寞油豬》 現在看來這 你喜歡這件事嗎? 很難的 但這件事不被發現 這件事 我告訴你這件事 現在說它繼續走 相信觀眾們都會同意 黑豹的戰衣是漫威電影宇宙中帥氣度數一數二的 不只造型流線,泛合金製成的雙爪更是威力強大 基本上還能讓穿戴者刀槍不入 不過Dotty Challa第一次穿著她在《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出現時 那套緊身戰衣看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穿脫 所以Shirley在《黑豹1 》中將它改良為可以隱藏在項鍊裡的奈米科技時 不只大幅提升了便利性,還新增了我們覺得整套戰衣最酷的功能 《反彈動能》 泛合金最獨特的屬性就是能夠吸收動能 因此美國隊長的盾牌才會有這麼強的防禦能力 但是在Shirley的巧思之下 黑豹戰袍裡的泛合金在受到衝擊時會將動能儲存 並在累積一定能量之後釋放 因此我們才會看到黑豹在戰鬥時 每當挨了幾下拳腳,身上就會出現紫色的光芒 接著釋放出強大的振動波 可以說是攻守兼備的超級力氣 有趣的是Shirley還曾經用同樣的科技幫哥哥打造了一雙 能夠吸收動能與聲音的無聲鞋 並且取名為鬼祟鞋Sneakers 要知道Sneak在英文裡有前行的意思 而Sneaker則是運動鞋的俗稱 所以Shirley取名為Sneaker是一個有趣的雙關語 另外這次續集裡Shirley的戰衣除了具備基本功能之外 我們發現她還將最愛的聲波雙砲加入了自己的戰衣裡 彌補了她在戰績上的不足 而且看來她的戰衣還具備止血的功能 就連肚子被戳一刀都能夠像沒事一樣 因為黑豹在瓦康達是只有國王才能夠擁有的稱號 而為了迎接不可避免的戰爭 Shirley在第二集中另外打造了兩套 名為午夜天使Midnight Angel的戰衣 讓Okoye和Nika穿上 雖然電影裡沒有說明這套由泛合金打造的戰衣是如何運作的 但基本上和鋼鐵裝有點類似 不只能提供防護還能夠飛翔 Okoye和Nika穿上之後戰力更是大幅提升 能和Talokan最強的戰士一分勝負 在漫畫裡《午夜天使》其實指的是 瓦康達最強部隊、朵拉欽衛隊中的一個小隊 成員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漫畫裡《午夜天使》首次出現就是為了要對付強敵末日博士Dr.Doom 所以這是否暗示末日博士和驚奇四超人 即將要在漫威電影中現身了呢? 瓦康達最令人感到訝異的 除了讓全世界看不到車尾燈的先進科技之外 就是他們得以將這個事實隱藏數千年 讓世人以為他們是一個連侵犯都沒有價值的落後國家 而這就要歸功於籠罩在瓦康達首都上方的那個防護罩了 在不知道真相的外人眼裡 他們看到的是一片和其他地方沒有兩樣的自然風景 但當得到授權的交通工具經過時 就會發現那只是一個類似投影的假象 不過別以為這只是個障眼法 如果你沒有得到授權就觸碰到防護罩的話 就會像《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裡那些不要命的外星怪獸一樣 被燒得體無顽膚 而俗話說得好,科具始於人性 瓦康達也知道總會有些不是那麼盯金的國民 會不小心穿越防護罩 所以他們在每個國民的下嘴唇內置入了類似晶片的科技 就像門禁卡一樣讓他們能夠穿梭自如 但偶爾還是會發生忘記註銷不良住戶的情況 才會讓Killmonger可以偷偷混進國內篡位 我們在《黑豹衣》中第一眼看到的Wakanda 是跟著T'Challa的飛船穿過了剛剛提到的偽裝防護罩 進入首都的上空 此時映入眼簾的是摩天大樓和繁忙的巷弄 以及利於交錯的熱鬧城市 穿梭其中的是極具未來感的各種交通工具 而透過Ross探員和Suri的對話我們得知 Wakanda早就已經掌握了磁浮科技的要領 並將其融入了國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於是我們看到除了有用來運送泛合金的工業用磁浮列車之外 街道上還有磁浮公車、捷運等大數運輸 特別的是劇組在設計這些交通工具時 並非只是便利地將車輛扶了起來 而是參考了現實世界中人們的生活習慣 試想如果高科技融入了那樣的文化裡會是怎麼樣的景象 而除了大眾運輸之外 Wakanda也開發出了許多軍用的交通工具 像是已經出現過多次的《皇家猛禽戰鬥機》和《飛龍戰機》 或是這次續集裡我們看見那一艘極為巨大的《皇家海報號》 都是兼具了文化美感和實戰用途的精心設計 而且你有發現嗎 Wakanda人操控這些飛船時 使用的並非是我們習慣看到的搖桿或是方向盤 而是用類似打坐黏紙的方式 是不是很特別呢? 前面我們曾經提到 泛合金具有能夠影響有機體的特性 所以在Wakanda的醫療產業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我們覺得最酷的應用 就是泛合金開發出來的異枝 尤其是東兵Winter Soldier的機器手臂 當Bucky在《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失去了原本的機械手臂之後 在Wakanda度過了兩年沒有左手的日子 直到Thanos即將來襲 T'Challa深知他們需要幫手 於是請Suri幫Bucky設計並且打造了一支全新的泛合金手臂 不只比以往更強大 還帶有濃烈的Wakanda設計風格 讓喜歡蒐集獵奇物的Rocket一看到就產生了貪念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Wakanda幫助了Bucky 但不代表他們能夠完全信任他 所以我們看到在影集《獵鷹與酷寒戰士》裡 當Bucky出手干預《躲拉輕衛隊》的阿友逮捕Zemo時 被阿友用很迅速的手法在他手臂上點了幾下 Bucky的手臂竟然硬生脫落 原來這是Wakanda設計好的備案 以防有朝一日 Bucky如果再度失控 可以用這個方法拿走他最強的武器 另外除了Bucky之外 黑豹伊犁的反派Claude的左手在被Ultron砍斷之後 也裝上了一支Wakanda出產的 泛合金挖礦工具所改造的一支 平時看起來就像是一支假手 但實際上卻能從中間分開變成強力的武器 在黑豹伊的開頭我們看到T'Challa在尋找Nakia時 曾經使用了一種非常酷炫的科技可城市化物質來進行根堅 可城市化物質在現實世界中尚屬於構想階段 基本上那是一種能夠隨著使用者的城市設計而變化的自我組裝結構 類似的概念曾經在《大英雄天團》中出現 男主角Hero設計出了無數個能夠自行組合成不同形狀的微型機器人 在黑豹裡我們看到 有別於傳統的影像只能從一個角度觀看 可城市化物質不只能瞬間組成3D版本的實體 Wakanda的科技還能讓使用者把它拿起來 甚至隨時做出調整 簡直就是超級先進版的3D列印 類似的科技在續集中也有出現 讓Siri可以更直覺地調整新型藥草的分子組成 再透過3D列印直接製作出實體藥草 最後要介紹的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下Wakanda科技 那就是遠端遙控! 在電影裡我們曾經多次看見 Wakanda人能夠透過Kimoyo珠來操控交通工具 例如Okoe曾經操控飛船 Siri也曾經操控過磁服列車 但這個科技還可以結合剛剛提到的可城市物質 瞬間打造出更為直接的操控系統 例如第一集裡Siri就曾經在一個駕駛座上 遠端控制著哥哥遠在韓國使用中的汽車 或是Rose探員在電影後面用來操控戰鬥機 不過出身遊戲業的我 看到這個科技第一個想到的 反而是可以把它變成遊戲的介面 再利用可城市物質打造相對應的控制器 肯定會讓遊戲體驗更將擬真刺激啦!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佩服Wakanda的先進科技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你最喜歡今天介紹的哪一項科技 或是分享我們漏掉的酷炫科技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黑豹2.瓦甘達萬歲》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 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